南北玻利维亚发生军事政变 装甲车加速冲破总统府大门 给了地面部队攻进总统府的机会 在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 总统府前的慕里略广场 早已被叛变的部队占领 还有玻利维亚内阁阁员 从总统府拍下部队集结的画面 发动这边的是玻利维亚前军事将领祖尼加 他因为不满国家经济衰退 要求玻利维亚总统阿尔斯重新阻隔 不过玻利维亚人显然选择站在政府这边 他们走上街头还高喊口号 与广场上的叛变部队对峙 甚至还有人把烟火当武器丢向部队攻击 不过这场政变来得快去的也快 几个小时就草草落幕 叛变的武装部队已经撤出总统府 发动政变的祖尼加迅速被捕 总统阿尔斯也立刻宣布 换上新的三军首长 包括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邻国领袖 清一色力挺阿尔斯执政 也是政变迅速落幕的关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